讲那么多应该记者要去拍一下 到底现在811的渔港长怎么样子 高雄市政府有没有给人家进去拍啊 当时的市长是韩国瑜市长 有看到他讲讲我真的很想从他嘴巴 哈哈哈哈 所以当时的市长 那时候前证的经费有拨下来 有没有啦 2019年10月 时任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别南下亲自视察前证渔港 大家还有印象 那时候全部的记者都在拍南部 全部的南部记者都是很忙 为什么苏贞昌会下来 是真的要帮助韩国瑜盖前证渔港嘛 我们今天把话讲明白嘛 就是要抢韩国瑜在高雄的版面 不然苏贞昌怎么会自己下来呢 哈哈哈哈 下来好下来 那时候3000万有给韩国瑜 马不停蹄盖了吗 来蹭的对啊 大家把话讲明白 那时候就是来蹭韩国瑜在高雄嘛 其实韩国瑜市长时期 本来规划3000万要维护渔港基本运作 但2019年苏贞昌视察时加码到13亿元 等到2020年8月陈其迈补选市长上任第二天 苏贞昌再度到场并宣布增加为59.1亿元 整件预算上任第二天 陈其迈马上59.1亿元 那不是很明显的吗 就是这个提案很好 罢免完了 成功我们陈其迈上任两天之后 钱给他追加好几倍 哈哈 今年1月苏贞昌更把预算直接拉高到81亿元 那我就问你一句啊 如果韩国瑜还在当市长的话 你会变成81亿元吗 登格勒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们乱讲的啊 登格勒的预算你不给韩国瑜 那个时候还上新闻呢 当时的市长是韩国瑜市长 你好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晚上10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 是啊 咖啡